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Cherry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9月25日乘专机返回中国 而两名遭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拘捕和审判的加拿大公民也获释返家 随后还有两个美国的华人人质也被释放 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华人因中共当局追查涉及其父的案件 而被禁止离开中国三年 许多观察家认为 政治头脑简单又喜好出风头的孟大公主 25日着实过了一把凯旋的影 但是国际上却将北京和华为这两个命门却窜得更紧了 而且其政治危害 经济危害还将渊远流长 这两个命门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玩大国人质绑架的真实面目和华为的国企性质 本来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正在提倡全球治理模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北京应该拿文明负责任的正面形象展示给国际社会 令美帝 英帝 家帝等相形建出才对 可惜的是一个堂堂上帮大国在孟晚舟案件出现后 不是以法律来为自己的公民据理力争 而是采取绑架人质的奇怪手段 另一个国际法律案件完全变成了大国黑社会绑票的性质 难怪有人指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了塔利班的水平 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何等严重的伤害 这让原来还替中国说话的拥抱熊猫派 还怎么替可爱的中国开口辩护 这可是给了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鹰派人物 递了多少把寒光森森的工具 另外 明明中国加入WTO后处处以市场经济世人 现在顾头不顾尾 一位正表现的北京外交部门 却将一个一直声称的民营企业二老板 打造成国家领导人 这不是明明在证实孟晚舟的官方身份吗 这还让中国以后还怎么在世界各经济组织里混呢 中国经济未来真不想要美帝的芯片了吗 也难怪现在北约四国联盟 更有AUKUS这些国际反共组织这么猖獗 统统将矛头对准中共 更可恨的是美帝从宛州口里套到供词后 轻轻一挥手让孟大公主高歌凯旋 但第三天就立即开始拆除华为在美国的设施 而且还波及到了本来就被美帝逼入死角的中心 算一算这经济损失该有多大呢 难怪公主她爹任老爷子 在心爱的女儿阔别三年凯旋之后 也不去机场迎接自己的心肝宝贝 原来人老早就看到了女儿凯旋背后 即将面临的凶险后果 生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 有人说要让人老同管中国的外交 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不本来孟晚舟欺诈银行与伊朗私相授受就触到了美国的痛处 然而却不知进退 后来又连续三年不断上演时装秀 无辜秀 战狼秀 包机秀 凯旋秀等等的国际电视连视剧 最后准确无误的向全球展示了中共将扣押外国公民 作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人质外交的行为 同时也撕下了华为民营企业的伪装 而阴险狡诈的美帝司法部当孟公主正在飞机上高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 却立即放出官方新闻稿打脸中共的所谓民族英雄 在签订延期起诉协议时 孟晚舟已经为她在实施欺骗全球金融机构的计划中 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承担责任 难怪网传当专机飞抵深圳上空时 任老爷子看到这则消息 一拍大腿大喊晚舟糊涂晚舟误我也 只不过由于害怕 任老心里也许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战狼误我华为误我中华也 各位读者各位听众 报道到这里大家应该感觉到 还是任老爷子清醒 有大的国际格局观拎得清及凶祸福 这不中共人质外交和华为国企的性质 已经全部被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盯上了 现在尽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人坚称 对孟晚舟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 繁殖美国加拿大对孟晚舟是任意拘押 但是国际媒体可是另一种表达 并且铺天盖地 这一结果可能国内的粉红不清楚 但这一切肯定都在任正非和一大批头脑清醒者的意料之中 美联社表示 中共官方电视台对孟晚舟返国进行转播凸显北京意图 将她的案件与中国民族主义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崛起做联系 但在中共官媒将孟晚舟的回归渲染为国家和党对西方世界的胜利时 却闭口不提中共是以两名加拿大人以及紧随其后的两个美国人质作为交换的事实 英国BBC指出 中共政府此前一直说两个加国公民的案件与孟晚舟的事件没有关联 但这两个加国公民在孟晚舟自重拾自由之后不久便获释 似乎显示已经放弃伪装 美国之音分析 在加拿大法国24日签署孟晚舟的释放令并取消保释条件后不久 加拿大商人迈克斯帕弗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也在中国获释 外界普遍坚信两人被捕是北京对孟晚舟案的报复行动 借此向沃泰华施压 加拿大及其其他西方国家也指责北京的人质外交 但北京始终否认这两起案件与孟晚舟案有关 德国之声报道说 有西方外交官和人权组织认为 中共在此次人质外交中取得了成功 虽然北京不断声称两名加拿大人被捕与孟晚舟案无关 但在西方外交人士以及人权团体眼中 过去48小时中发生的一切证明情况正好相反 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媒体表示 今后中共领导层将随时准备用绑架无辜的外国人质作为筹码 然后从其他国家勒索想要得到的东西 孟晚舟事件实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德国《明镜周刊》分析说 不仅是对美国和加拿大 对所有寻找与现代中国正确打交道模式的政府而言 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这个好消息的背后也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即人质外交正在奏效 因为无论如何 北京已在这场争端中获胜 美国《纽约时报》随后发表评论说 这次虽然解决了令美中关系降至最高点的纠纷之一 但将无助于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乔什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拉克表示 这次美加中三国的交易也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发出了一个警讯 中国政府可能大胆地利用外国公民 他说中共甚至毫无掩饰这纯粹是一次人质的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为北京在未来类似的谈判中加强了筹码 他们对外表明 如果你给他们想要的 他们也会按照约定给你想要的 不过《纽约时报》的评论表示 中共当局在孟晚舟案件上的强硬手段可能成功 但却在加拿大看来制造了持久的厌恶 和任意扣押外国公民的政治代价 在今年的一项皮尤民调中70%多的加拿大人 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 对华为产品的抵制也不断增加 而数年前只有45%的人对中国有负面的看法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接受采访时表示 特鲁多总理从2016年8月访华后 对中国的印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改变 尽管时任驻华大使的赵普对特鲁多说 北京是一帮流氓 他们把中国带上危险的方向 我们将付出代价 但是当时特鲁多却很不以为然 赵普说 后来当两位迈克尔被抓捕时 他终于明白了 华盛顿邮报也发表评论表示 加拿大和中共的双边关系交恶的情况将会延续 华游援引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惠玲的话说 未来我不认为加拿大和北京的关系 将会像一千天前那样 从跟北上不同了 我认为北京低估了玩这种人质外交的代价 它的声誉为此遭到了极大的玷污 据加拿大英文媒体CTV报道 9月28日连任的加拿大联邦特鲁多 召开胜选后的首次媒体见面会 其间他也谈到了电信和华为问题 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就本国是否禁止 华为的5G设备仪式做出决定 特鲁多说 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许多加拿大电信公司 就算不是全部 也已经开始将华为从他们的网络中移除 这并不涉及华为这间公司的方式继续发展 然而有消息显示指出 加拿大其实已有了禁止华为的想法 漫威评论员北木表示 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其实北京和孟晚舟本人应该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 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 如果这样孟晚舟未必不能回国 而北京方面和孟晚舟却一味将这一法律事件政治化 固然是煽情了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但却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不利于中国的观感 给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局面 也令华为的处境更加艰难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